大家好,我是美厨娘 牛年年夜饭,我们来做牛肉馅的饺子 必定牛气冲天 关键鲜嫩豹脂,不腥不柴,比猪肉的好吃太多了 我选用的牛肉是纯瘦的 大概2斤 加入清水 下手使劲揉搓,挤压 这样的话可以挤出部分血水,去除腥味 揉搓几分钟之后,再用手断干里面的水分 第一个小技巧,一把花椒加入开水,盖上盖子进行浸泡 这样可以释放出花椒的香味,而且又不会跑味 牛肉控干水分之后切成大块状 有筋膜的地方把筋膜去除 筋膜在里面影响口感,嚼不动 放入绞肉机 大概10秒左右就可以嚼成小肉粒 带一点颗粒感,吃起来口感更好 第二个小技巧,要想馅料好吃,葱油少不了 锅内可以多加一些食用油 放入洋葱,大葱,几片生姜 一小把香菜,带根的香菜香味更浓 一小把花椒,几片香叶 小火慢熬 熬出香味,熬至金黄色 把料渣倒出,可以留着卤肉用,味道出奇的好 葱油可以用来拌馅,炒菜,凉拌菜都可以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始调馅 花椒水先加进去,分多次少量的加入 以一斤牛肉为例,需要加入150克花椒水 分三次加入,每次加入之后朝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每次搅拌至馅料粘稠,吸收之后再次加入 这一步是馅料滑嫩多汁的关键 搅打的过程不能低于5分钟 最后搅拌至馅料非常粘稠,抱团 筷子扎上去易立不倒,这样就可以了 盐是百味之首,5克盐必不可少 2克白糖提鲜 13香3克 胡椒粉3克,去腥 一大勺鸡汁,没有的话也可以用鸡精代替 生抽20克,老抽10克,调颜色 蚝油一勺,葱姜末最后加入 如果不喜欢吃葱姜的,可以用葱姜水代替 接着还是朝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一勺芝麻油 两勺葱油,要想馅料好吃,油水是关键 只有油和水加够了,馅料才会不干不柴 搅拌均匀之后,咱们的基础馅料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蔬菜 芹菜,洋葱和牛肉都是绝配,特别好吃 今天我选用的是洋葱 洋葱先切成细丝,然后再剁碎 剁好之后放入盆里 先放入葱油或者芝麻油都可以 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锁住水分,这样不容易出水 最后把牛肉加进去,再放入5克的盐 也就是说一斤的蔬菜需要加入5克的盐 搅拌均匀之后,洋葱牛肉馅就做好了 调好的牛肉馅吸薄了水分,看上去非常饱满 接下来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简单讲解一下包饺子 先擀成四周薄中间厚的饺子皮 馅料放在中间,放在虎口处,使劲挤压 这样就包好了一个东北的大度水饺 如果有家人们想看详细的包饺子和面过程 可以翻看我之前的作品 水开以后放入饺子 用铲子顺着锅边推动,防止粘锅 水开以后进行点水,肉馅饺子一般需要点水三次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眼睛观察 饺子鼓起了大肚子,圆咕咕的,表示已经熟了 牛年年夜饭,建议大家试一下牛肉馅的饺子 而且牛肉和洋葱真的是绝配,保证您吃了还想吃 如果您觉得内容对您有帮助,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谢谢大家